为啥税制改革能助力科技创新 前段时间,在全球天文学家的努力下 田田圈黑洞第一次揭开神秘的面纱走进大众视野 这不仅证实了黑洞是真实存在的 同时也再次显示了科技创新的强大驱动力 说到科技创新这事儿,跟打游戏有点像 游戏中团队作战,有战事冲锋,还得有辅助搭配才能势如破竹 科技创新也类似,不仅要有核心技术做基础 还得有良好的外部环境做支撑 那有人就说了,激励企业科技创新得靠政府带节奏 并由政府分担科技企业的创新成本和风险 也有人说,要降低融资成本减轻企业负担 甚至还有人提议,建立新的考核办法,鼓励企业多头钱搞研发 嗯,对对对,你们说的都对 但要想外部环境好,最关键的一点是啥你知道吗? 是深化税制改革 原因何在?咱先听听专家的解释 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在中国经济大讲堂中说道 我们有一个叫流抵税款的制度 你要真的鼓励高科技重子产企业 这个政策是必须要解决的 这个流抵税款是咋回事呢? 本来呀,增值税按正常来讲 如果每个月的销项税小于进项税 也就是每个月销售端英缴的税 少于成本花费中缴的税 那税务局就要退税 如果销项税大于进项税 税务局要征税 但在1994年 那时候我国政府的收入很低 如果销项税小于进项税 政府还要退税 压力就更大了 所以政府就推出了流抵税款政策 也就是说销项大于进项 咱还征税 但是销项小于进项 咱们就不退税了 现在账上记着 等你销项多了再来对冲 这个制度前些年还问题不大 但现在对那些高科技重资产的企业 影响就比较大了 因为这些高科技企业 投入规模大 而且时间长 初期也不会有什么销售收入 这期间 企业要花钱买设备搞基建 都会导致流抵税款产生 成为企业的负担 导致很多企业不敢轻易失水 如果企业能摆脱这些负担 它创新的动力自然会得到更有力的释放 那有问题当然就要解决问题呀 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说道 政府为了给科技企业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 已经在2018年3月份政府换届的时候 拿出了解决方案 国务院决定要把流抵税款改为退税 这样企业就不用说等着你销售油再来对冲了 这个对于高科技重资产企业是个非常重要的支持 期待在国家和企业的共同发力下 我国科技创新的局面更上一层楼